台北市長柯文哲預測 如果什麼都不做 5月7號台北會單日新增1萬人確診 那必要的時候會實施卵封城 那五一連假跟母親節也即將到來 請問指揮中心有沒有因應的措施 那第二題想請問居隔3加4上路之後 四天的自主防疫期間 禁止自主防疫的民眾上餐廳聚會 但如果違規的話將由誰來查核呢 謝謝 第一個講的你說什麼時候過1萬 大概明天就過1萬了 也不用等那麼久 今天8822 昨天6000多成長了百分之三十幾 這樣的一情況 那明天就幾乎是一定過1萬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自主防疫 大家知道那個自主 基本上很重要 當然違規被查到 一樣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發 但是罰是當然是你違法 那就必然要罰 當然不希望走到這裡 大家來講在一個防疫室全民一起 一個一段時間會度過的 大家在這段時間 稍微根據我們的指引去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全然的棄手式的防疫 讓自主性的防疫 讓大家一起度過難關